先跟医生好不好 KTV门口年轻男子满身是血 不愿配合就医 原警不断苦劝 他才勉强上单假 但人抵达急诊室又开始狂怒 男子不停破口大骂 喝醉酒的他似乎忘了伤口的痛 只顾着嗆瞎 因为不久前他在KTV遭狂殴 满身是伤 不好意思 赶紧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23岁林姓男子在急诊室咆哮 原来半夜两点多 他和朋友在台中市南屯区一家KTV 疑似因为禁酒产生口角双方互殴 他的耳朵手部受伤 动手的朋友结账快闪 远景到场时只剩林姓男子 独自一人鲜血直流 他主要是因为他抗拒急诊室就因 才导致看起来都血流的蛮多 那其实伤口就没有那么大 男子喝太醉 加上不满朋友动手 大闹急诊室而KTV爆发冲突的还有这 额头瘀青红肿 双眼痛到快睁不开了 红信计程车司机仍躺在急诊室 神情痛苦 司机说半夜在北屯一家KTV门口排班 两名酒客上车后疯狂嗆下 甚至怒踹车门 最离谱的是两人在下车后还拿一旁机车安全帽狂嗷他的头把包厢内十几个人全叫下来 警方到场后赶紧把受伤的司机宋一 也将通知这两名男子到案说明周末深夜KTV很不平静 记者陈广瑞涵志行王百音台中四方报道